好,我们讲向量的图影,方向角与方向余旋 向量的图影就是我们叫projection 向量的图影是projection 方向角是direction angles 方向余旋是叫做direction cosine 那什么是向量的两个向量之间的图影呢 我们projection 一个b到a上的图影 好,如果这是b,这是a 那么我们把它垂直投影下来 好,这个是垂直的 那这一部分就是projection b在a上 b在a上的图影 那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图影的长度是b的长度 再乘上cosθ 那么方向呢 方向应用是跟a的方向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给它加上一个方向 它的方向就是a除以a的长度 这是一个单位向量,只代表它的方向 因为长度已经在前面 b的长度乘上cosθ已经定义了 所以这个向量的图影应该就是我们说是b的长度 乘上cosθ除以a的长度 然后再乘上a我们重新写一下 这是我们的向量的图影 一个向量图影在另外一个图影在另外一个向量上 好 这是我们向量的图影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叫scalar scalar projection scalar projection就是我们这个b在a上的图影的长度 好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来表示 那图影的长度根据我们刚才看 直接看得出就是b的长度乘上cosθ 这是向量 一个向量在另外一个向量上的图影 那它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运算规律 叫它的loss 它的一些基本的运算规律 如果一个两个向量先加 然后再图影 然后再图影 我们是把它们分辨图影 这个倒是比较容易理解 例如说这是a 好 这是b 这个我们写在 这是b 好 好 如果这个是c 那我们b加c是等于这个 好 这上面是b加c 那我们b图影上来是这一块 那么c在 我们c在图影 我们是把它把这个直接图影下来 那就是这一块 所以b的图影 好 加上c的图影 那么不就是正好是正好是这个b加c的图影吗 这两段加起来就是b加c的图影 这直接可以看得出来 直接从它的几何图形可以看得出来啊 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是我们把一个项链拉长了 然后再做图影 再做图影 我们是可以是图影以后再拉长 好 这个我们也从画个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直接从它的几何的意义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是我们图影的运算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direction angles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 好 这是一个向量 A 那这个向量 在空间中的向量 我们把它的起点都移到原点 那么它跟 跟这个x轴有个夹角 跟y轴有个夹角 跟z轴它也有个夹角 因为x 因为它向量 x它也是有方向的 它的方向向量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i 它的方向向量是i 然后y的方向向量是g 然后z的方向是k 所以 跟这三个方向向量的夹角 我们叫做 alpha beta 和我们把这个 跟x轴的夹角记住alpha 跟y轴的夹角记住beta 跟z轴的夹角记住gamma 这三个就是 我们的direction angles 就是方向角 跟三个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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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标轴的方向的夹角 叫做方向角 那么 有方向夹 就有 方向于旋 cos alpha cos beta 和cos gamma 这就是我们的三个方向的方向于旋 这个三个是方向于旋 那我们怎么样去计算这个方向角和方向于旋呢 那因为我们我们知道 A 我们如果是它的坐标是A1 A2 和A3 那我们根据三角形的勾股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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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知道cosalpha就正好是A1除以A的长度 A的长度就相当于是我们斜边嘛 A1是底边 而cosbeta就是y除以A的长度 cosgamma就是z除以A的长度 那么xyz如果有一个是 如果它们是负的话 那么余选就是负的 那它就是一个顿角 当然说 alpha beta gamma 这里我们要求alpha beta的gamma 它应该是小于等于π 大于等于0的 我们不能超过π来计算 这是方向余选 和方向角 当然说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这立体根据我们的这个方向余选 这里我们就直接可以去算出方向角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求是找出方向角 如果这个我们A是等于1,2,3 我们找它的三个方向角 那我们首先 因为我们在找方向余选的时候 我们知道要算A的长度 A的长度 在这里就是1加上4 再加上9 就等于根号14 那么根号14 这是A的长度 那我们cosα 跟x轴的加角 是x除以a的长度 x方向上的分量 除以a的长度 那么这是根号14分之1 这个不是什么特殊角 不是什么special angle 所以我们直接把alpha 你如果要找出它的值 那我们在计算器上去找 就是cos 我们计算器上 图上所写的cos-1 或者说是有时候把它写成 2个cos 根号14分之1 它也是等于这个 那cosβ 就是2 y除以a的长度 就是根号14分之2 就是cosβ 那么β 就是cos的inverse 反三角余旋 而cosγ 这是等于3除以a的长度 所以是根号14分之3 那么γ 就是方向角 就是方向余旋 那么通常我们计算 我们是直接是 直接 实际上是先计算方向余旋 然后去算方向角 倒过去算方向角 好 那我们这是方向余旋 那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就讲这么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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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